好 晚上煮飯 煮麵 吃了一些有趣的東西 今天也有一點特別 吃這個 意大利麵 但這隻是快的 我看看這隻麵可不可以代替 平常的公仔麵 如果可以代替 平常的公仔麵 可以先頂住 如果快四分鐘 首先 煮熱 先攪拌一下 好像幾大條 這隻麵很粗 很粗 很粗 好吃的 我今天有些特別的東西 準備了 茄汁 這樣的東西 但我未試過用過 我也 不太懂得怎麼用 看看怎樣 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麵就是 茄汁 茄糕 全部放進去 看看 感覺如何 先出水 然後再 拌 拌 已經釘好了 拌一拌 這樣吃 再輕微加熱 然後 拌 然後 放一些簡單的菜 這樣 現在計時 我也不覺得 四分鐘 真的完成 現在五分鐘 雞蛋 今天可以吃雞蛋 又想加蛋 但是有茄汁 有一個茄 拌汁 嗯 什麼時候加呢 雞蛋 等下 可能下醬汁的時候 就加蛋 這樣 煮熱 拌在一起吃 加一點火腿 可能 這些麵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這麼快 因為意大利麵 我印象中 都要很久 他說很快 四分鐘 但是這些麵 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真的 你煮很久 它都不會 散 不像我們香港的麵 或者是米粉 你煮得久 它都會散 或者是爛 融 但是意大利麵 不知道為什麼 是出奇地很硬 就是很堅強 它不是那麼容易散 分解 我想一下怎麼做 次序比較重 煎蛋 先煎蛋 先煎蛋 讓它快一點 三分鐘後 我就關火了 好 四、三 三分鐘左右 現在就 多放一分鐘左右 一分至兩分鐘 因為一會兒會再煮多久 但是 仍然 都沒有爛 開始淋 還有黃色 焗多半分鐘 我一會兒 焗著它 真的會快一點 但是會起泡 好 一會兒 但是會起泡 可以了 剩下半分鐘 好 完成了 這邊完成了 快速 OK 準備第二輪 下不下雞蛋 還有怎麼下呢 如果這樣下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不要緊要 看看怎樣 再開火 這次就下 茄汁醬 茄湯 其實應該叫茄湯 茄湯 包糕好吃 包糕好吃 我已經盯過一分鐘左右 所以有點熱 很香 很香 有些不知什麼香草 很香 因為這些湯 平時我自己做不到 就好 我純粹要煮熱 然後 再放一口 下去 再放一口 純粹靠這個醬汁和蛋 形成味 我還沒拌過麵 我還沒拌過麵 這樣 可以拌 拌麵 好熱嗎 就來 這種做法我第一次 這樣做 雞蛋 雞蛋又不好見了 相信夠了嗎 真的是意大利麵 真的意大利麵 真真意大利麵 那別人意大利麵呢 拿叉子吃 我一會兒也會拿叉子吃 最後 下 兩塊火 這樣就變成了 一會兒 放一會兒 放一會兒 一會兒 放一會兒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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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得很厲害 那 就這樣 今天就吃這個 上碟 一會兒 煎得很快 煎得很快 先煎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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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調味的 現在就純粹 靠湯的本身 還有 底部有點焦 可以的 煎焦了 底部有點焦 這個不要 焦了 這個不要 焦了這個部分 沒有想過它煎久了 它真的會焦 其實應該不用加熱那麼久 不過我重手了 第一次 拿這個茄湯 其實真的重手了 看看好不好吃 意大利麵 用叉食 好 不錯 真的全靠那個茄膏 去大洞 都可以 我沒有加些什麼 味粉 就這樣吃了 我覺得可以加一塊芝士 不過太遲了 味道可以再濃一點 淡一點 嗯 好吃 真的意大利麵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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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麵的質地 質地 也算好 有些像我們香港的衣麵 這樣的感覺 但是它長生 闊很多 好吃 也沒有的 也不一樣 好吃 感覺是不錯 就差點 還有一隻雞蛋 好吃 下次早一點就 即是收火 令到那個 那個汁 不會太過稠 不錯 不錯 我現在開始蠻喜歡吃這個麵 夠粗夠大條 拍到這麼多 再出看